乾洗又濕洗, 新春大素材 年28洗立拍 大家清潔家裡時 有沒有洗過自己的化妝掃呢? 化妝掃髒的話, 其實很影響皮膚 例如生一粒粒, 和敏感 清潔之前會教大家 怎樣分動物毛掃和纖維掃 我掃上就是動物毛掃和纖維掃 纖維掃其實就是我這隻手的纖維掃 看起來會有比較光澤感 相反, 動物毛掃的領度 就像我們天然頭髮的光澤那樣的光澤 另外, 手感 動物毛掃的手感會比較脆脆脆脆的 纖維掃摸出來比較滑 掃也有分濕洗和乾洗 乾洗的話, 如果平時化妝很急 突然枝塗髒的話, 我們可以用乾洗掃 首先, 我們可以放在紙巾上 噴完之後, 我們有污漬的掃 輕輕拉過 乾洗的好處是, 洗完後就立即乾了 抹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乾淨的邊 再掃多一次 掃多幾下之後, 紙巾就會很乾淨 如果是用一些千年污漬的話 我建議可以拿少許清潔液的份量 在手心上, 紙巾拿少許水 直接把清潔液放在紙巾上 然後搓均勻 搓均勻之後, 我們輕輕把污漬推開 所有的髒的顏色就全部走出來 搓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割清水 之後, 我們就可以印乾水 輕輕壓乾 好, 乾乾之後, 我們就可以擺平 大約一天左右, 水會乾乾